这个是不是没有保护到 阴脉人这件事情呢 其实大家 仔细来看我们的公开收购法制 我们其实在订的时候 其实邀请了各个学者专家 我们几乎把全世界各个公开收购 能够采取的公平原则跟保护原则 我们通通都放在 我们的公开收购的规定里面 我们基本上有了这个 全世界都要 美国其实不一定要强制公开收购 可是我们就参考英国 用了强制公开收购 所以我们有一个公平原则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要用 同样的条件去阴脉 不可以随便更改条件 不可以随时用别的管道去买 因为这个书上 刘老师的书上讲的都比我清楚 所以同学可以去参考一下 除了这以外 我们觉得资本市场 最主要是要有资讯公开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有要求公开收购说明书的这些东西 然后让每一个去阴脉人可以知道 我股票卖给你以后 我会遭遇到什么有利或不利 然后你们来买什么样的状况 公开收购最主要是 在印美法商会有这个 对于硬卖人会采用一个压迫 就是目前股价是80块 可是你现在开到120块来 跟我邀约的时候 我一定想说 哇 差那么多钱 我一定好想赶快把这些股票卖掉 可是你卖掉的时候 你可能会少做到很大的损失 这个历史上在Tender Off的时候 它可以透过调整它的时间 或各种的做法 会让原来目标公司的股东会受到压迫 所以我国在制定公开收购的这个规则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公平原则跟免于压迫原则 那公平原则最主要是我们需要让小股东 我们是因为采取强制公开收购 所以我们要让小股东也受到跟大股东一样的保护 就是在公开收购的时候 你也可以享受到比较高的premium 除了这个以外 各国也都因为公开收购有这个 我们也知道公开收购可能会产生 这个诈气的状况跟内线交易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保密义务的规定 最主要是我们公开收购在四三条之三之四的时候 有一个准用公开收购说明书的法律规范 所以我们其实公开收购在制定的时候 我们是参考各国的法治 然后它已经有把各种的规定都规定进去 不过这一次发生了状况以后 我们就赶快这个其实我们的经管会的效率 其实是蛮快的 然后立法院也蛮配合的 我们很快在年底的时候就已经修了 这个证交法四三条之一第二项的规定 就说除了过去你要提供这些以外 最主要你还要提出能够旅行支付收购对价能力的证明 那怎么提出呢 其实就是这个主要是要要求有金融机构 来帮你做一个保证的一个履约保证 或者是你不是有金融机构帮你做履约保证的话 你应该要有这个 承销商或者是这个合格的会计师 帮你出具一个这个 具旅行支付收购对价能力的确认书 那我们目前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确保 未来不会再发生乐生案 就是我出很高的价格跟你收购 然后我把你的股价炒起来以后 然后我中间进去捞了一笔以后 我就走人 然后我就反正我就日本人啊 美国人啊什么人这样子 然后就不负责任 那我们就要求要 未来是要做这两个的确认书 那为了这两个确认书 我们还有这个主管机关有一些函事 那这个函事最主要第一个要求是 出这个确认书的是必须具备独立性的 然后他要依照这个会计的一些准则 来制定出这个确认书 给这个整个证券市场看 跟阴脉人看 然后我们也同时间修改了公开收购说明书的一些 特别应该记载的事项 里面就有包含这个 律师法律意见书是被增订 未来是必须公开的 然后其他的专家必须出具评估报告跟意见书 这样 然后再来是这个管理办第九条 第三就是这个能够支付对价的意见书 那最主要我们还有增加了说 这个我们过去以来是说 你只要能够有 这个你来收购 我们不管你有没有钱 那我们现在要确认你有钱以外 我们还修改了公开收购说明书 阴行记载事项准则准则的第七条就要求说 你不只这个 你要证明你有钱 你还要说你的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 投资人的背景 资金具体来源明细 然后这个支付的时候 这个如果你是用公司 这个自由资金来的话 我还要知道你公司过去的财报 巴拉巴拉的 对 然后就是你要公开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我们透过这个公开原则 希望能够避免热生案再次的发生 这样子 对 我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这个 里面修法都有讲 我们就主要快速的五分钟 讨论这个有什么要检讨 在过去这个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把过去这个大部分的学者 对于公开收购的讨论的文章 都捞出来回来看 那其实过去有没有人预想到 会发生这件事情呢 答案是没有 对就是大家其实都没有想过说 我们可能公开收购会有这种 我越不交割状况 对那这个这个状况其实 买东西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可是其实不一定会发生 那过去我们对于我们的法治的规定 过去学者提出来的几个问题点 第一个是参考国外呢 我们虽然是参考英国法去制定 强制公开收购来保护小股东 可是别人的基准是蛮高的 我们却是二十 那所以这个学者就批评说 这样子是不是太容易启动 强制公开收购 所以我们会发生了